台北市演王世坚大动作到地检署提告 指控机态建设负责人涉及公共危险罪 机态建设草坚人命 这个台北市政府都发局建管处 你们是共同的预谋杀人啊 王世坚不排除提告 北市建管处跟都发局涉嫌独职徒利 立委高嘉宇也爆料机态建设黑历史庆竹南书 2014年新建新一区的新建案机态地警 就曾因为施工导致住家倾斜 也被议员指控有官商勾结 而在2011年的2014年之间 还曾涉及不法吸睛上议员 2015年找黑历人拆民众的合法围离 2019年则使机态老板陈世民被控炸旗 这家建商真的是神通广大 建管处对于他这样的恶行恶状所作所为 视而不见当作没这回事 绿营更直译神通广大的背后有政治力介入 民警党就翻出资料发现 机态曾经捐给立委王宏威 30万政治现金 但王宏威反击一切依法申报 监督力道不会减弱 更爆出民进党北市议员 王敏生跟简淑培也有份 马上回立枪就打到民进党自己 而且他们也刻意地去隐瞒 不敢提事实上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民意代表也有收受机态建设的政治现金 这个就是因为你监督不死 大家质疑你 合理的怀疑说你是不是收了相关的政治现金 所以你才不敢大力去监督 简淑培在联书抛文返枪 他一切依法申报 更呼吁如果有特定事业不能捐 那应该在立院修法 机台建设引爆公安风暴 也意外扫到政治圈 环宇新闻周成辉由博志张响与李顶强 台北采访报道 最具爆点的政治内幕 攸关荷包的财经动态 解析社会万象 探讨国际大事 周一到周五晚间十点 请锁定环宇一把抓